我觉得其实民进党内很多人都搞不清楚 什么叫九二共识跟一国两制 因为民进党也不要 他们里面有些人也不要把它看得太高 很多人是不读书 不看报 不好好学习的 所以真的不知道 九二共识跟一国两制是怎么回事 但是我们现在要针对的是那些别有用心的人 故意去混淆 九二共识跟一国两制 我很清楚刚才盛主任讲的 我觉得已经非常明确了 九二共识是现阶段 有了九二共识 两岸关系就能够融合发展 就能够和平发展 那一国两制是统一后的一个制度安排 所以什么时候统一了 什么时候才有一国两制 所以这两个概念其实分界线很清楚 但是现在民进党是故意把它混淆在一起 说白了就是要搞乱台湾老百姓 对大陆的一些对台政策的认知 然后让台湾老百姓更加的敌视大陆 更加不接受大陆的这些对台的大政防征 所以就是刚才您还提到一个问题 就是拒绝九二共识台湾有没有前途 当然没有 蔡英文上台之后 他否认九二共识 诋毁九二共识 两岸之间就处在紧张 持续紧张严峻的态势之下 而且台海的确一度走到危险的边缘 台湾老百姓还担心发生战争的这种危险 对吧 但是马1917有九二共识 两岸关系就能够合并发展 对吧 两岸能够实现三通 实现大交流 大合作 大发展 所以这个 它是一个非常显著的这样的一个对比 所以不承认九二共识 台湾没有今天 对吧 不接受国家统一 台湾没有明天 对吧 因为我们讲得很清楚嘛 对吧 台湾的贤途系于国家统一 对吧 台湾的福祉 那个系于民族复兴 所以你不承认 不接受国家统一 台湾怎么可能有明天